宜蘭北返車潮中午開始湧現 車子在國道排排站開成大型停車場 國武北上雪碎入口前 回堵了7公里一路塞到礁溪市區 車正卡在扎道口根本動彈不得 國武投城和宜蘭交流道也從下午開始塞塞塞 長長車龍根本看不到盡頭 南部天氣好民眾都往南跑 國營南下造橋路段車流起爆 到彰化園林更可怕 南北雙向都湧現車潮 高工局公布初四的十一大地雷路段 都是北返方向 其中国以北向苗栗到湖口 从下午三點塞到凌晨一点 国以西洛浦岩南屯到厚里 上午九点到晚上十点都会塞 国武宜蘭坪林最夸张 要从上午九点塞到半夜三点 狂塞十八小时 如果是在南部的朋友的话 建议在早上九点前出发 那中部地区则是建议在中午十二点前出发 走国道五号的朋友 建议是在早上的九点前 因应庞大车流 国道北向初四实施高承载管制 国一下营到头粪 国三关田到竹南 下午一点到晚上六点 国武苏澳罗东宜蘭和头晨 则是下午三点到晚上八点 小客车要有三人以上才能上路 民众得多加留意 记者林医生文医学宜蘭采访不到 我是哈远宜 不用说故事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争议的拿证据说 被掩盖的挖出来说 非主流观点我有勇气说 用心说好两千三百万人的故事 我是哈远宜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